我只是想分享一下这个消息 今早有个老友送给我 说他今早收到这封email 他一直用了这个FX trading币 已经很多年了 做 currency trade 今天就说要他禁止币 原因是因为条例改变 根本条例改变 所以他们不可以再提供服务 给香港的居民 7月就要正式删 但其实在6月底 你看到6月底 其实他已经不可以再买盘 即是买东西了 就是给他一些时间去清场 所以基本上就是 这个就是他收到的email 其实之前我也说 另外也有朋友做过那些 网上集资的平台 他也是 早前我已经说了 7月1日开始就不收得 香港居民的汇款 总之 你就看到那些集资 是变成了 的了 而我也可以告诉你 当然 因为他现在是那些监管条例改变了 所以一定是这些 Forex CFD Trading Account 这些platform 是不会只得一间是这样的 我相信就算你今天没收到的话 你断断续续下个星期吧 是吧 星期一开始你都会断断续续 应该都是收到这些的了 就是不可以再接香港居民的生意了 另外一提 当他打到那个CS上问的时候 对方也说了 除了香港之外 纽西兰的客户也不接 其实我想说 就是说 这一次这一棵东西 影响当然就是世界性的 我可以说 当然也不是单止纽西兰 只不过可能是比较危险一点 但是或者还有什么其他地方呢 我就是说 你每选择一个地方之前 你可以自己去搜索一下 所有的东西 因为我只有的建议 从来只有一个 就是一直都这么说 那如果你是想自己去 就是自己去找其他地方的话 我也非常再建议多一次来 你只要自己很了解当地的金融系统 就不要跟风 别人说什么就说什么 这样 那港匯呢 又再一次升 那现在到7.81 那我之前再三强调 是不是一定夹爆你呢 是一定会夹爆你的 那当然也会有些人误会了 又是有些傻子 就是说你不是叫人沽港元 那就是又是 就是完全他连基本知识都没有 那就浪费了 那些就不用说了 那总之我不停叫人 是不要去走去沽的 就是我说Carrie Trade 去个源头 去个源头那里折 那其实呢 又有钱赚的 那当然也是啦 我猜的这些都是 捉路而已 就是随时会失手的